台湾的高龄人口在2025年 将正式超过20% 要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 乐龄族群们在需求和服务 也越来越多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保健食品也不例外 在乐龄照护展上 保健食品的询问度相对热门 工作人员仔细介绍 更提供现场试吃 保健食品市场竞争激烈 类型众多 营养师也建立乐龄族群 要聪明挑选 他们比较需要在意的 可能就是关节保养 呼吸道肺部保健 然后已经眼睛黄斑布的 这些营养品的补充 那加上中老年人 他们可能牙扣比较不好 所以这时候其实就建议 可以选择一些 液体状的保健食品 或者是像是口含定的形式 那其实在吸收跟补充方面 都会是比较方便的 中老年人在保健食品的需求 和一般年轻人较不同 品牌业者也看准商机研发 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 那消费者为中心的话 就是不同的年龄族群 一直在做创新 所以我们在配方的改良 还有就是不断的去研究 新的配方新的原料 今年开始的话 会有走线下 就办很多种形态 有讲座 或者是一些手作 或者是路跑 那这些都是给老人家的活动力 能够更多广 品牌透过不同类型的 味教宣导 期盼让长辈更有健康观念 同时也要养成良好的生活 饮食运动习惯 加上保健食品辅助下 才能有加分效果 三日新闻林文副一川台北采访报道